下午好 我是夏师 欢迎收看12月23号的百歌物报 国家跳水队总教练杨祝良不过续约一事 衍生出许多风波 也令人猜疑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然而青体部长凯利昨天发表文告说 杨祝良错在没有制止对性侵的恐惧文化与环境 虽然他没有涉及以上案件 但是当他和另一名与他非常接近的教练 在接获多次警告后都没有制止这种气氛的扩散 为了维护国家游泳运动员的福利和安全 在综合各造的建议下 他最终做出不续约的决定 对于凯利的这番说明 当事人杨祝良表示震惊 第一个 他们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通知我 跟我说这些我倒是希望能够见到他们能够解释 第二个 如果我知道这些事情的话 对你们对白云日之后发生什么 我肯定会阻止对不对 而且我们对你们我也跟教练讲 不准不允许和英文人有自己的接触 也不允许他们就是要保持和英文人保持去 韩国男团山逆成员中炫在12月18号烧炭自杀的消息 不但震惊娱乐圈也让全球粉丝伤心不已 其中大马粉丝在周四晚上在吉隆坡独立广场进行追悼会 为偶像送上最后的敬意 当时出席的也有一些穆斯林粉丝 他们也拿着气球并点燃蜡烛为中炫起伏 而对于此事 霹雳州宗教司哈鲁沙尼却认为 这违反了穆斯林教义 因为如果涉及的是穆斯林艺人 他们会以古兰金制意 但既然他不是穆斯林 为何要为他祈祷以便他可以上天堂呢 而且他自杀就随他吧 为何要遵循异教徒文化 来看最后的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宣布 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引起全球争议 昨天布城清真寺举办穆斯林团结 捍卫耶路撒冷集会 首相纳吉更是在集会上宣布 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 全国清真寺都会延续举办穆斯林团结集会 他更指出大马从不惧怕美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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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吉说虽然之前受到美国总统 特朗普有好的对待 但是在原则课题上 绝不会退让 也不会典当伊斯兰的圣洁 今天下午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